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哦,当然了,汉娜,说这次是要打边境线以西的夏克娜 哎,每次打仗就要多交税钱 上个行李院,我们家刚刚交出去三百个拉克朗 家里真的不剩下什么了 再这样下去,恐怕我家杰恩也要去参加那个什么地劫者招募了 招募?你确定吗? 是啊,我听说参加招募能给好多钱呢 通过挑选给一笔,被龙选上给一笔 要是能得到什么功勋,那就更多了 哎,好了,汉娜,你就听我句劝 无论怎样也别动那个心思 你看看住在街角的伊曼纽一家 因为这件事,他们已经失去两个儿子了 你不会希望你的丈夫杰恩 到了最后也是这样的下场吧 我知道 可是如果不这么做 下个心理院要上交的睡前该怎么办呀 哦,愿神主保佑 可怜的杰恩不会走上伊曼纽的老路 哦,好的,一共三个拉克朗 看你的大半不是镇上的人吧 哎,这是四个心理院以前的事了 李氏大臣为了能打胜仗 正到处招人去和那些龙递结契约呢 我也不知道 反正参加招募又被选上的人回来以后 身体很快就出现了问题 像伊曼纽他们一家 都死了两个儿子了 不过为了那些拉克朗 哎,想参加招募的人 比镇上的狮子还要多 啊,真不知道 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 嘘,外乡人 你不要命了 你怎么敢在这里提起他们 这里出去不多远就是王城了 李氏大臣的耳目多着呢 但凡和他们撤上一定半点关系 可没什么好下场 哎,谁没想过呀 可都这么多年了 你看城墙上那盏火 真的还能再一次燃起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说话 是我太好看了吗 真是稀奇啊 你不仅不怕我 知道的还挺多 不过别拿什么 聋不聋的来叫我 真不好听 我有名字 叫陆景和 你呢 别不说话 每个进来的人 都会希望被我选中 你 难道不是吗 是个好名字 你是从什么地方 来到这里的 威伦来特 嗯 听上去也不错 抱歉 我只是闻到了一些熟悉的味道 所以不由自主想要确认 的确 但 我的直觉从不出错 好了 我终于想到下一步 我们可以做什么 现在这个时刻 我们该听一点真话 放轻松 别紧张 不要害怕说出真相 在我面前 无论怎样的你 都会被允许 而且你知道 唯有真实 才是解开一切枷锁的密语 告诉我吧 你究竟是谁 又是为了什么而来 这里很安全 没有人会伤害你 我愿意 告诉我 你是谁 你 我愿意 好好能够 是一切 你 我愿意 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 既然是挑选 这样的试探 怎么能算是一种捉弄呢 不过利用小小的精神控制 来测试所选之人 是否意志坚定罢了 但现在这个时候 你与其纠结刚才的事 不如先关心关心你自己 我敢肯定 你就是他们 不用和我装傻 我能够闻出他们的味道 也只有他们 才有可能这么快地脱离控制 如果我把你的秘密说出去 你觉得下场会怎样 趁我还没让你出局 不如坦白一点 这样我才能好好评判 是把你当作和大臣交换的筹码 更有利 还是 还是 哦 什么 是吗 你 好 我和你赌这次机会 有意思 明明药物对你没有影响 仪式的过程反而会更危险 你却 我明白了 你要把自己表现的不一样 这样才能脱颖于他人得到赏识 才能最快地进入王城核心 谢谢夸奖 不过你真的不怕仪式上出现问题 并没有 我只是觉得好奇 怎么 很奇怪 现在没有人监视 可以放心聊聊了 你的计划是什么 利用招募进入王城 然后呢 你想达成的目的 光凭我和你 你可做不到 嗯 证明身份 你想从李氏大臣手里拿到王权勋章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你有什么 雅可 哥俩 有什么 像几年 发生然后 像几年 我一样 都不再听了 我这一切都不去 了 没关系 你不用明白 我只是 两位一事在即 准备好了吗 神主所见 群星庇佑 无辈以金器 以斥法 求地劫之成 地劫者羽龙 自以发与血为献 劫下不可备离之势 待契约即成 契入鸡骨 非人心指引 不得消遣 愿位 请上前 地劫者 接下来 需看您自己了 愿神主的好运 与您相伴 为了更多的拉克朗 从招募的开始就有很多人 想通过仪式来与龙缔结契约 他们以为自己会是那微乎其微的可能之一 但毫无例外 每一个都当场死了 如果说人的死是为自己的盲目付出代价 那龙呢 不像是一种陪葬吗 你不用表现出那种居高临下的怜悯 我是觉得可笑啊 就好像在台下的那群人眼中 龙不过是配合人类表演的必需品 是 明显 正好 明显 有的 八 别反抗 我不想让你痛苦 看着我 或许会轻松一点 好 看到这样的你 我很心疼 为什么不试着相信我 试试看 就一次 让身体放松一点 你看 我说的是真的 我并不想让你痛苦 你做得对 就是这样 现在看着我的眼睛 告诉我 你看到了什么 山林不过是她的巨像 她有另外一个名字 你靠近我 看得再清楚一些 喜欢吗 这里没有纷争也没有仇恨 只有 自由 那就跟我一起去探寻吧 承诺 责任 使命 这一切都可以抛弃 和我一起去品尝 她的甜美 别再被所谓 别再被所谓誓言而束缚 来吧 和我一起 你可以不属于王城 属于这里 也只属于我 你不属于王城 假的 怎么会 我明明已经感受到了 能够任意翱翔的快乐 不 这里 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 梦寐以求的地方 雨 这 我刚才 我的环宇本真 当然 我的主人 我一定得去嘛 这样的宴会 你出面不就行了 嗯 不错 尤其是你 你的天赋与勇敢 可算得上近几十年的第一人 听说 仪式中你还引起了异常天象 这套王室礼仪 你倒是学得很快 要不是我第一次见到你 我一定会以为你天生就生活在王城 我一定会以为你天生就生活在王城 夏克纳的战事很快就要开始了 我很期待你和你的龙会带给我什么惊喜 各位 今天是值得庆祝的一天 恭喜大人有了这样一位出色的地结者 夏克纳 下克纳必定一举击破 嗯 只是我看他出身平准 学识区 初期对于如何驯龙 一定了解的浅薄 不如借今天这个机会 我们也跟着地结者沾光 聆听一番大人的教诲 既然这样 我就随便谈谈 上前 所谓驯龙 可不能像他们那样心软 不然就是白白浪费这种恩惠 龙嘛 不过就是畜生 既然是畜生 给点吃喝就足够了 再凶猛的外表 再强的力量 到了人的手里 也不过像狗一样听话 不服就打 做错就罚 只要你立足了威严 他就自然会顺从 当然了 你已经地结契约 那就更方便了 如果发现他有什么私心 你就会知道 地结以后天然带来的力量 究竟有多好用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动什么心思 把右手放下 这里还轮不到你来放肆 还想对我动手 果然龙就是龙 一点规矩都没有 嗯 刚才我说了什么 哦 对 做错了 就要罚 你再为他求情 嗯 哦 你不仅胆子很大 学得很快 也很有野心 记得别把这里弄得太难看 刚才你为什么要帮我 你根本不用那么做 他只是想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教训 让他们都看看 什么叫做不可挑战的权威 你出面为我解围 反而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谢谢 不仅仅是这一次 还有在仪式上 我知道你替我保守了秘密 什么 你了解的龙应该是怎样的 不用那么为难 其实我知道 和那些小猫小狗没有区别 只是在乖巧听话的份上 多了几分人不可及的力量 龙啊 是如此强大而顺从 对你们来说 是最完美的工具 可你有没有想过 可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本身 真的是这样吗 是我跑题了 这样的氛围不该谈这么深奥的话题 我可以相信你吧 你不会发生动摇 也不会变得像李氏大臣那样 你不想回答也没关系 反正我从来都没有选择的余地 也没有退路 所以 我只能选择相信你 其实很简单 你已经见过了 是自由 没错 是龙骨做的 为了能随身带着 只能磨成这样的大小 对 它是我最重要的东西 象征着我的过去 不是什么美好的故事 也很冗长 下次有机会再说给你听吧 你呢 我还没听你说过自己的事 你真的去过威伦来特 听上去很有趣 真希望我能有机会去看看 嗯 这么重要的东西 它会放在哪儿 当然是一种既要拥有 又十分排斥的感觉 我知道了 所以它一定会把勋章放在一个既安全 又眼不见心不烦的地方 可 可王城这么大 这样的地方有很多 我尽管 你尽管 我尽管 你尽管 我尽管 我尽管 你尽管 你尽管 我尽管 亚丽莎姐姐,我不是故意的,最近真的太辛苦了。 我只是,我只是想偷偷找个没人的地方休息一下。 那可是大臣严禁其他人靠近的地方。 我不知道,我只看那里好像一直没人管,也挺脏乱的,就以为没人会注意。 我该怎么说你好? 我不是没人管,是因为李氏大臣不喜欢那儿。 你要知道宝库,可是他们的地方。 可也没人和我说过,那是以前的我。 噓,别再说了,你也别哭了。 下次注意点,还好是我今天发现了你。 这儿了。 哎,勋章会不会在他们说的那个地方。 嗯, 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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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好大 还有这么多东西 听上去很有趣 真希望我能有机会去看看 你看这里 有奇怪的东西 这个图案会和勋章有关吗 我看清了 是一只老鼠 我说队长 这里到底有什么好检查的 今天不是什么情况都没有吗 就算有警报 每次找到的要不是老鼠 要不就是蜘蛛 都没点新鲜的东西 你懂什么 上头派生的命 我们照做就行吗 快点管事的人来开门 那好吧 该怎么办 快 别动 我也很不舒服 忍耐一下 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 感觉和平时没区别啊 就你话多 来 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 今天都瞧仔细点 别担心 我们不会被发现的 别害怕 万一真的被抓住 你就把所有事情 推在我身上 原来是只老鼠 却不知道东边的窗户 什么时候破了个洞 队长你看 我说的吗 不是只猪 就是老鼠 报告队长 李氏大臣有令 若无紧要发现 速速离开宝库 行 我们撤吧 没想到是老鼠救了我们一命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这里是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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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 哪儿 这里是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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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知道 她一早就好痛 好痛 主人 我 好难受 不要 不 杀了我 就 杀了我 是哪儿 是哪儿 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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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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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 不要 为什么不一起杀了我 为什么 哪是不杀了我 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 我们只不过生来就是龙而已 他在过来 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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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你要带我去哪儿 我最想去的地方 我可以相信你吗 你醒了 先别说话了 再休息一会儿 你刚才流了太多血 是啊 我醒来的时候 你整个左手都是血红色的 我差点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还好你醒了 不然我 对不起 如果不是为了救我 你也不会这样了 你明明可以不这么做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我包得怎么样 条件有限 我只能撕自己的礼衣来帮你包扎了 但都是最干净的部分 你放心 怎么不说话 是哪里难受吗 还是伤口的部分 要我重新包扎一下 我知道了 你在担心勋章 我现在就帮你拿过来 怎么了 别碰 能听到吗 这些 真好 事实证明 我的直觉与选择都没有错 至少在这一刻 你将一切都告诉了我 对我再也没有隐瞒 你的确没有说过 但你忘了一件事 龙族最最初始的记忆 是共通的 从知道你想拿到勋章的时候 我就隐约地察觉到 也许你最终的目的 就是这个 该从哪里说起呢 其实一开始 我对我们的交易 本就没有抱太大的期待 可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也没有退路 就算是假的希望 我也必须一试 但后来我发现 你和其他人不一样 你看我的眼神 为我做的事 让我愿意试着去相信你 你愿意付出生命 来唤醒我 其实你明明不必这么做 你完全可以在我 彻底崩溃之前 想办法逃走 甚至杀了我 所以啊 你在人类中 显得如此特别 而又珍贵 如果龙族的命运 不能改写 至少我愿意相信 交给你 会比其他任何人 都要好一些 两害相权取其轻 这是你交给我的 更何况 其实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不是吗 你的子民 也还在等待你 没什么事 能改写 你能改写 如果您要改写 你的子民 你能改写 你能改写 你为您的 你能改写 你能改写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哭啊 这是我的选择 你有没有强迫我 王子 是他们回来了 龙东朝那里飞不去了 是他们 我们有救了 还不过 想到你们会那么狡诈 如果我早知道有这样的秘法 你们绝对不会有机会 我也不会输给你 坐在这个位置 所有人都一样 包括你 别废话了 你又不是来和我谈心的 要杀我就赶快动手吧 我可没你想象的那么怕死 我可没想象的 那是属于你的地方 我还是不去凑热闹了 不过 你真的下定决心 要这么做了吗 那就按你的想法去做吧 我等你 神主所见 王族不曾抛弃他的子民 请各位与我一同见证 殿下的回归 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的仪式还真是盛大 应该所有人都没想到 王族继位的第一天 就做了一件这么颠覆传统的事 是啊 对于你来说 这只是一个开始 也不知道究竟会花多少时间 才能找到解法 其实现在对我来说 也没什么差别 反正你再也不会使用那股力量了 对吗 我呀 想 到处走走看看 太久没有去过外面的世界了 也不知道变得怎样 并不是没有 可是 有些事情就像伤疤一样 即便可以愈合 但它永远存在 嗯 如果没有你 我也无法抵达这一天 谢谢你 然后 再见了 也是挺奇怪的 这史书上 就是找不到那条龙的名字 你们说 它和那条龙 到底会是什么关系啊 哥哥哥哥哥 可我听妈妈说 爱一个人才不会骗他呢 你是小孩子你不懂 大人之间的爱 其实是很复杂的 你也没逼我大几岁 你怎么会知道 这个嘛 就要说到我 曾曾曾祖父 流传下来的故事了 你怎么会知道 这么久没见 你是不是也很想我 你是不是也很想我 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 încobd 优优独播剧场—— încobd 有吗 我感觉跟之前差不多 这样不好看吗 原来你是想说这个 我倒是不想改 我想永远保留着 第一次见你时的样子 因为对我而言 那就是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初见 你送我的星之湖碎片 我一直都有 把它好好保管 想起你的时候 我就拿出来看一眼 就当你一直陪着我 是我在某个山洞里 意外发现的精灵魔法镜 有了它 以后就算我不在王城 我们也可以突破 空间的限制相见 很简单 你想见我的时候 只要擦擦镜子的边缘 并默念三遍我的名字 你就可以在镜子里看到我了 我们还能简短地对话 聊一聊最近都碰到了 什么有趣的事 这个 你的直觉还是这么敏锐 好吧 我承认 是我听说了魔法镜的传说后 特意去寻找的 花了我不少时间和精力呢 因为我不能欺骗自己的心 我会想你 越是远离王城 我就越会忍不住想起你 我也不知道 在人类的情感中 能用什么词语 去准确形容这种感觉 我只是想着 如果有什么宝物 能让我时刻见到你就好了 所以 怎么听你这么说 挺不好意思的 总之 别忘了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